为什么吃辣椒时嘴里像是着了火一样 怎样才能缓解这种灼烧感 为什么山葵酱能让人流泪 最辣的辛香料究竟有多辣 让我们从头说起 首先想一个问题 什么是辣味 我们常说一些食物很辣 但实际上辣并不是一种味道 它不同于甜 咸 酸 这些可以尝到的味道 之所以会看起来 感到辣是因为 辛辣食物中的一些复合物 激活了人体中一种叫 伤害性感受器的感觉神经元 这种神经元遍布全身 嘴和鼻中就有这种神经元 值得一提的是 当身体接触到热碳物体时 也能激活这种神经元 当你吃辣椒时 嘴里之所以像是着了火 是因为大脑的确认为嘴里起火了 而如果这时再吃一些含薄荷醇的食物 嘴里就会有香发的感觉 灼烧感会缓解很多 这是因为凉凉的薄荷味复合物 激活了你的冷觉感受器 当热敏感受器被激活时 大脑会认为你贴近了危险的热源 身体会做出一定的反应 因此这时你会开始流汗 心跳加速 吃辣椒引起的身体本能反应 跟身体应对危险状况的 本能反应是一样的 你可能已经发现 不同辣食的辣味各有不同 食物中的不同复合物 形成了不同的辣味 比如黑胡椒和红辣椒中 含有的辣椒素和胡椒碱 是由一种叫丸基案的分子组成 这种分子较大较重能滞留在嘴中 而芥末酱 辣根酱 山葵酱中 还有一种叫一流禽酸盐的分子 这种分子较小 能轻松扩散到鼻豆处 所以吃红辣椒时嘴里会有灼烧感 而吃山葵酱时鼻子里会有灼烧感 食物辣度的标准剂量方法是 借助史高维尔辣度单位 测量方法是 不断稀释被测误中的辣椒素 直到人感觉不到辣为止 稀释液体的总和 及时被测误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 甜椒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是零 塔巴斯科辣沙斯的辣度单位 在1200到2400之间 现在培植最辣辣椒 显然成为一种国际竞赛 当前公认最辣的两种辣椒是 千里达默鲁加毒血椒 和卡罗莱纳死神辣椒 这两种辣椒的史高维尔辣度单位 在150到200万之间 相当于辣椒喷雾剂一半的辣度单位 为什么有人愿意吃 造成如此巨大痛苦的食物呢 我们无法得知 人类最早食用辣椒的时间和原因 考古学家从23000多年前的 古人类器皿中 发现了类似芥末的香料 但尚不明确 这些香料是用作调味、治病 还是仅仅作为装饰 最近考古学家还发现 一个6000多年前的瓦罐 罐旁有烤鱼和烤肉的遗迹 罐内有芥末 有观点认为 古人类从这时开始 在食物中加入香料 以此杀菌 一些研究显示 在古代 香料主要生长在气候较热的地区 而这些地方也更容易滋生细菌 至于为什么人类到了今天 仍对辛辣食物欲罢不能 还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对一些人来说 吃辛辣的食物就像坐过山车 虽然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并不舒服 但他们非常享受随之而来的刺激感 还有研究显示 喜欢吃辣食的人 也更乐于从事其他能激起肾上腺素的活动 比如赌博 对辛辣食物的喜好程度 甚至也有遗传因素 如果你想训练自己更能吃辣 有这么几条信息跟你分享 一些研究显示 辣带来的灼烧感从不会减轻 只是吃辣的人的忍耐力更高了 研究人员发现 喜欢吃辣食的人跟不喜欢吃辣食的人 体验到的辛辣感是一样的 只是喜欢吃辣的人更享受那种灼烧感 所以尽情磨练你的热觉感受气吧 不过要记住 当你吃辣食的时候 大脑会认为你被灼烫了 需要更多建议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永远不要错过学习新事物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